中文 童话 贝琳达和贝拉蒙 铃声是一种如此美妙和欢快的声音 但是你知道吗 铃声实际上是生活在铃铛里面的铃铛精灵所发出的声音 每当铃铛或者钟被敲响 他们就开始欢快地演奏 从前有一个王国 有两个大钟楼 每个钟楼上都有一个大钟 每当王国猎王子出生时 人们就会敲响其中一个钟 而当有公主出生时就敲响另一个钟 但是当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 这个王国已经二百年没有公主出生了 而住在这个钟楼里的铃铛精灵们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有一天他们开了个会 距离上次我们的钟被敲响已经有二百二百年了 这太可怕了 我十岁了 我甚至不知道钟被敲响是一种什么感觉 于是铃铛精灵在钟上挂了一个巨大的标志 这是我们的钟 我们五十年后回来 禁止上次闯入 于是他们离开了 去寻找其他的铃铛居住 有的去到了学校的钟里 有的去到了奶牛脖子上的铃铛里 有的去到了婴儿的铃铛玩具里 在铃铛的世界里也有坏家伙 他们既懒又坏 他们总是不愿意费心去帮助其他铃铛精灵 也不想做任何工作 因此当一群懒惰的铃铛坏蛋 看见大钟是空的 他们就赶紧把它站了下来 一个二百年没有被敲响过的钟 这简直是给我们住的最完美的地方 完全不用工作 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消息 这太棒了 又过了三十年 还是没有公主出生 因此这个钟依然没有想过 这个王国一直由这里出生的王子们统治着 一直到今天 铃铛坏蛋们依然过着懒惰 惊险的生活 然后 就在二百三十年后的 一个美好的早晨 这个王国终于迎来了一位公主的诞生 哦 贝琳达公主的诞生 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毕竟 期待了这么多年以后 终于有一位公主降生到了这个王国 王国的桥钟人跑到大钟前 高兴地敲响了大钟 足足敲了一百下 那些铃铛坏蛋可不喜欢这样 谁居然敢当扰我们睡觉 我们的平静的生活被破坏了 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 我们必须给这个导演的公主一个教训 于是铃铛坏蛋们在半夜溜进了宫殿 他们来到了公主的摇篮前 然后 我们诅咒你公主 因为你毁了我们的好日子 以后的日子里 除了星期天 任何人只要看到你的脸 他们就会生病整整一星期 所以以后再也没有人愿意 看到你的脸了 这个足照只有在你找到一个 二百年没有被交响的 古老的铃铛石才能被打破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除了星期天 任何一天 看见公主脸的人都会生病 因此除了星期天 公主每天都要戴着面纱 国王请教了王国里 所有的占星家和巫师 但没有人知道 如何才能打破这个诅咒 许多年就这样过去了 一个星期天 公主看到一只受伤的蝙蝠 尽管公主很害怕蝙蝠 但她仍然勇敢地去照顾 这只蝙蝠 可怜的小家伙 你好像受伤了 怎么样 你觉得舒服些了吗 我要为你的牲口找些药膏 公主 你可以说话 公主所有的动物都会说话 但只有那些心地纯洁的人才能真正听到 而你有一颗美丽的心 如果我真的有 我就不会被诅咒了 那是邪恶的灵灯坏蛋 在你出生的时候给你的诅咒 我当时掉在你窗外的树上 我听到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于是蝙蝠告诉了她 有关灵灯坏蛋的一切 并说 如果公主找到一只二百年没有想过的灵灯 诅咒就会解除 公主非常高兴 她感谢了蝙蝠 然后跑到她的父母那里 父亲 我要去找那个灵灯 一个二百年没有想过的灵灯 你在哪能找到她呢 如果诅咒真的存在 那么破解方法也一定存在于世界上的某个地方 我要派我的军队去寻找她 你不需要去 这是我的命运 父亲 我必须亲自去寻找她 拜托 你是对的 这是你的命运 照顾好你自己吧 亲爱的 于是公主离开了这里 去寻找那只已经二百年没有想过的古老的灵灯 她拜访了巫师和魔法师 但没人了解关于这个灵灯的任何事情 一天晚上 当她在一个山洞里休息时 她听到了一个声音 谁在哪 我手里有剑 你不要再靠近了 放松点 放松 你好 我是坎斯堡王国的贝拉蒙王子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我被诅咒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我正在努力寻找破解的方法 你呢 你在这个洞里干什么 你的诅咒是什么 你说你的语气说明 你也被诅咒了吗 是的先生 如果我除了在星期天的任何一天 让你看到我的脸 你就会生病整整一个星期 这真是一个恶毒的诅咒 我的诅咒是来自坏运气精灵 因为我的父母忘了邀请他 参加我的命名仪式 他就诅咒了我 谁要是在星期天看见了我的脸 谁就会倒霉一整个星期 其他的日子里我就没事 让我猜猜 你也在寻找破解的方法 是的 我想这是我的命运 所以我应该去寻找它 你的破解方法是什么 我需要找到一个二百年没有响过的铃铛 你的方法是什么 我需要找到两百个 有两百年历史的铃铛 它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存在了两百年 这些铃铛必须在我耳边被敲响二十分钟 我 这很容易的 不是吗 容易 才不是呢 首先 我要到哪里找到二百个 有二百年历史的铃铛 而且它们要在同一个地方 已经存在了二百年 即使我找到了那二百个铃铛 让它们同时在我耳边响起 我曾经试过让十个普通的铃铛一起响 但是我连一分钟都不能忍受 更不用说二百个铃铛响二十分钟 那会让我发疯的 但我还是必须设法找到它们 我不能每个星期天都把脸藏起来 我们一起努力努力 共同寻找怎么样 好的 因此 王子和公主决定一起寻找破解它们诅咒的方法 很快 它们就成了好朋友 一天晚上 已经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当它们经过一个村庄时 一辆牛车经过 公牛脖子上的铃铛响了起来 但是当铃铛靠近王子和公主时 它们俩听到铃铛在唱着一首奇怪的歌 贝铃铛和贝拉姆往前走 我们知道你们的烦忧 跟随我们的指引 好运就会临近 就在这时 牛车停了下来 铃声也停止了 歌声也停止了 第二天晚上 两人在一所学校的房子里过夜 守夜人的儿子和父亲一起来到这里 他想敲响灵灯 虽然他的父亲不允许他这样做 但他还是觉得晚上敲响灵灯很有趣 于是他敲响了学校的灵 笑了起来 他敲响灵 贝铃铛和贝拉蒙又听到了一首歌 哦 朝着北方继续走 爬上白色的山在往远处走 哪里有灵灯魔法石 它能解除你们的诅咒 当贝琳达公主和贝拉蒙王子翻越了白山 他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小屋 它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猪 在整洁的花园长满了铃铛藤板 他们还没来急敲门门就开了 啊 我正等着你们呢 脱掉你的面纱吧公主 灵灯坏灯的诅咒不会影响我 你知道我们要来吗 你知道诅咒吗 是的 灵灯都告诉我了 你知道他们会唱歌会说话 就是那些灵灯精灵 哦 是的 是他们 但这很奇怪 你能听到他们是因为你是灵灯魔法师 但是我们呢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听到灵灯精灵的声音 我们一生听到的都是灵灯的声音 嗯 它需要一些特殊的东西 才能让你听到他们特殊的语言公主 这个特别的东西就是真爱和善良 你想想 你的善良不是让你听到了蝙蝠的声音吗 是的 同样 你们之间的真爱让你们听到了灵灯精灵的声音 真爱 怎么 你们没意识到吗 你们冒险去寻找你们的命运 并且找到了彼此 你们就是彼此的命运 在这段艰难的旅程中 你们始终在一起 那么 你们是想先解除诅咒 还是先吃晚饭 先解除诅咒 好的 其实我做的汤真的很不错 跟我来 武师把他们带到了一间摆满灵灯的大屋子里 他从一大堆灵灯中拿了一个 这是你的 你们见过我的花园了吧 我想让中堂从真正的灵灯里长出来 而不是从普通的花盆里长出来 这一定会很有趣的 这一定会很有趣的 所以我用上面的种子设计了这个灵灯 它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 但我还没有最终完工 所以 它还不会想 拿着 拿着 试着敲一下 贝琳达试了试 果然 终没有想 然后诅咒就从她身上消失了 你的诅咒消失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看到彼此 跟我来 现在你可以听到铃铛精灵的声音 解除你的诅咒就非常简单了 母法师把他们带到了另一个房间 那里充满了有一个巨大的绳子连接起来的铃铛 他使劲拉绳子 二百个有二百年历史的铃铛响了起来 但是 贝琳达和贝拉蒙听到的不是铃铛的声音 而是铃铛精灵演奏的最动听的交响乐 伴随着他们的音乐 还没等他们俩发现 二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诅咒也已经离开了王子 我们跳舞好吗 你的诅咒解除了 我真为你高兴 贝琳达和贝拉蒙解除了诅咒以后 就回家了 贝琳达和贝拉蒙分别用他们的智慧 勇气 怜悯 统治着各自的王国 他们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 不久 他们就承认彼此相爱了 他们结了婚 共同统治着国家 至于铃铛精灵 五十年后 原来的铃铛精灵回来了 把那些坏蛋赶了出去 当贝琳达和贝拉蒙生下了一个女儿时 大钟愉快地奏响了很长很长时间 铃铛精灵回到了家都感到很高兴 在生活中 我们都会面对一些不幸 我们自己的小诅咒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 勇敢地克服这些障碍 就如同贝琳达和贝拉蒙一样 就没有花运气 可以阻挡我们追求幸福和成功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